7月7號,英國女王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發布穿越蘇伊士運河的縮時影像 航向紅海、印度洋,越來越接近亞洲 日媒報導將首度與日本派王雅丁灣的自衛艦演訓 模擬在返海道行動 女王號打擊群中,也包括荷蘭、美國的軍艦 英國、日本兩國防長,預計20號在東京會面 討論女王號演訓合作 另外7月5號前,澳洲、日本、韓國、美國四方海軍 在歐洲東岸附近海域舉行太平洋先鋒2021演習 維護印太地區的自由航行和穩定 英國金融時報7月1號報導 日本要求美方分享保衛台灣的計劃 美方則想逐部分階段加強與日方合作 5號,日本副首相麻生表示 中共若犯台,美日應該一同防衛台灣 麻生副首相他的講話 是相當於對中共進行了一次極限測試 或者說叫做紅線的測試 那麼這個測試的結果呢 是中共選擇了暫時的收縮 雖然中共外交部國台辦和駐日大使先後強硬聲明 不過隔天6號,中共發布關於黃海中部 重大軍事活動的航行警告 6小時後去撤銷 新唐人也一定是王冠臉張東旭,整理報導 謝謝嘉賓 謝謝嘉賓